餐飲服務業 碰到什麼困難 因為我本來是正職的 然後來過完年之後就是慢慢的減薪 然後再變成公讀 然後就變成說減一半這樣子 所以生活上面 一定會比較困難 更換我單親我要養小孩 我兩個小孩 然後還有我租房子 那我比較不幸運的是我來宜蘭 那個租屋補助沒有申請到 對就比較倒楣一點 我們什麼時候就過來工作上面申請 因為我是去年八月才辦來的 那可能是有派後面去申請 然後沒有補道件 對然後就沒有申請 那歷史是說那個紓困什麼時候申請的 第一天 5月6號 那等於我們的基層第一線公務人員 有一個遵循的一個很好的準則 讓我們也好辦事 像我們今天就已經審查了70件了 總共700多件 我們這個明天可能就會完成大部分的一個作業 所以我們會趕快通知說 這個 這個受審查之後 像有的要領取現金的 可以來我們這邊領取 如果要匯到他的戶頭 原本我們也有請他把帳號提封給我們 這個就是我們辦事情好辦的地方 所以從5月6號開始受理到現在 這個一波多折 總算也有一個比較具體的一個結論 不然 我趕快 我趕快 有的 那個 剪一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